煲汤是中国人最传统的饮食习惯,汤在民间更是滋补的象征,俗话说,男人不补亦衰,女人不补亦老,调理阴阳莫过于汤湖。 平常生活中很多人喜欢用砂锅煲汤,因为砂锅受热慢并且均匀,而且不易糊锅,熬出的汤香浓可口。 这天是周末,难得有时间,小杜准备熬点汤,给自己好好补一补。 可是没想到的是,这汤刚放在炉子上,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。 喂,出去吃饭啊,啊,行。 诶,那个,黄生叫咱们出去吃饭。 啊,怎么又这个点叫出去吃饭啊,这锅刚炖上去,出去吃饭谁开火啊? 那把火关了嘛,咱们去吃饭,先别这汤。 又浪费了我一锅汤。 他特别喜欢煲汤,每次煲汤都要用一两个小时,特别浪费时间,期间出去干掉什么事也不行,因为这个事我们没少吵架。 用砂锅煲汤必须得耐得住性子,因为它讲究小火慢炖,整个过程起码需要花费两到三个小时。 这对于忙碌的都市人而言,的确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。 那,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既节省时间,又能煲出好喝的汤呢? 家住朝阳区的小陈,是个土生土长的成都小伙。 对吃特别有研究,是个典型的吃货。 平日里没事还喜欢自己下厨,做个菜煲汤。 在煲汤这件事上,小陈可以说是经验丰富。 他觉得,砂锅煲汤虽然好喝,但是时间太久。 高压锅炖汤倒是节省时间,但是味道却总差那么一点。 我平时自己也喜欢做东西吃,所以就研究出了这个高压锅和水炖汤的办法。 这个办法不仅比砂锅煲汤节省了一半的时间,而且在味道上出来的味道跟砂锅炖出来的汤是一样的。 下面就要小陈来给我们展示一下,这高压锅隔水炖汤的过程。 这样在买食材的时候,挑点新鲜的食材,这是做好汤的关键之一。 好,现在我们已经把排骨和蔬菜洗干净了,然后我们现在将它们放进碗里。 接下来我们将碗中将没过食材的冷水,然后这个水的比例大概是食材的一倍多一点,然后这个水也不能太少,不然就不能没过这些食材,然后也会影响汤的营养成分的浓度。 这个水也不能太多,要不然就会吸食这个汤,然后包出来的汤味就会变得很淡。 小陈已经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,紧接着他把碗放入装有水的高压锅内,盖上了锅盖。 再把高压锅放在火上,用大火加热。 上大气三分钟后改为小火,保持小火煲二十分钟到六十分钟就可以关火了。 具体煲汤时间的长短,取决于煲汤的原料和汤的多少。 时间差不多了,我们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关火起锅了。 如果觉得包出来的汤太油腻了的话,我们可以先把菜放入锅上烤一下,然后再放入汤里边,然后这样会减少汤的一个油腻感。 看看就人家炖的差不多了。 哇! 嗯,好棒啊。 真没想到,用高压锅隔水煲出来的汤才用了一个小时,味道竟然那么好,和砂锅简直不分上下,但是却比砂锅煲汤节省了近一半的时间。 不管是炖什么汤,其实都是食物在加热的情况下,把食物中的一些蛋白质,脂肪,还有一些芳香类物质融入到汤汁里边去。 黄伟,中国营养协会理事,国际公共营养技师。 像食物中的蛋白质,它会分解成一些香味的氨基酸,脂肪,它本身就有香味,而且它可以美化食物的口感。 还加上一些芳香物质,那么这整个汤就有这样的一些美味了。 隔水炖的原理其实和砂锅类似,它是通过水作为媒介将热能均匀地渗透至内胆中的食物,使食材的营养成分不会因为过热而破坏,同时也保证了汤的口感。 而小陈的这个方法,利用了高压锅的优势,弥补传统隔水炖,废食的劣势,从而保证了包出来的汤不但省食,还很美味。 高压锅隔水炖是很省食,不过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,而且水量不好掌握。 那有没有用砂锅快速炖出汤的好办法呢? 家主西城区的小高最近听说了一个用可乐煲汤的新方法,他决定趁着这个周末来试试看。 我是之前听朋友说,煲汤的时候加点可乐,然后会减少熬制的时间,味道会更好。 而且色泽也比较鲜艳,所以就想拿来试一下。 小高把洗干净的排骨、冬瓜、水依次放入锅中,并打开一瓶可乐慢慢的倒进去。 然后就把砂锅放在炉子上慢炖。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,汤就已经炖好了,小高打开锅盖,盛了一板出来。 不过,看样子,这锅可乐炖肉汤的口感实在不怎么样。 可是,为什么会这样呢? 范智洪老师,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,先后给四十多家报纸杂志撰写食品营养方面的文章六百多篇。 可乐呢,可以用来炖肉,但是不太适合用于煲汤,因为可乐呢,其中含有相当多的焦糖色素,颜色很暗,所以包出来的汤呢,不好看,会比较的暗淡发黑。 另外就是可乐里面含有非常高水平的汤,大概是百分之十点五的汤,所以包到这个汤呢,就会过于的甜。 除非你专门要包一个甜汤啊,姜汤什么的,还可以。 如果是包普通的咸味的汤,鱼汤肉汤,都不是非常的妥当。 炎热的夏天,高温出汗会使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,从而导致内环境紊乱。 绿豆含有丰富无机盐维生素,这个时候喝一碗绿豆汤可以及时补充丢失的营养物质,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效果。 但是,现今是讲究速度的社会,很多上班族想喝绿豆汤,时间不够用。 那,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,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煮出一碗好喝的绿豆汤呢? 通常我们在家里煮绿豆汤,都是先把绿豆浸泡后,放入冷水锅中,用大火烧开,然后再改用小火熬煮。 这样煮出来的绿豆汤,又费时间,颜色又不怎么好看。 家住海淀区的王阿姨,今天就要给我们介绍个小窍门,只需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快速地煮出一碗清凉可口的绿豆汤。 王阿姨说,我们在煮绿豆汤之前,需要先把绿豆洗干净,然后用水浸泡十分钟左右。 十分钟之后,我们就可以把绿豆沥干,然后撞在碗里,放入冰箱的冰冻室,等到绿豆完全冻成冰块后,取出改用。 绿豆浸泡后会吸收水分,根据水结成冰,体积变大的原理,经过冷冻,把绿豆撑裂。 有裂纹的绿豆预热水后被撑开,所以就能很快地煮开花,而且这只是简单的物理变化,不会导致营养的流失。 接下来,我们把冻成冰块的绿豆放在锅里,然后加水。 加水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,要用纯净水,这样煮出来的绿豆汤,是碧绿色的。 我们先加少量的水,等绿豆煮开花以后,再加大量的水,这样煮开锅,等上煮开锅,这样可以缩短绿豆成熟的时间。 绿豆汤的颜色会很快地变红,这个是跟水里边的离子的种类,以及跟这个水的酸碱度,都是有密切的关系。 那我们的研究就发现了,如果这水里边是纯净水的话,没有什么其他的离子。 那么,在这个时候,煮出来的绿豆汤,就算是在室温下放一段时间,比如说放一个小时,半个小时,它也是不容易变色的。 所以可见呢,假如你非要想要那种特别碧绿的汤,你是可以考虑用纯净水来煮的。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,你用自来水煮的汤,虽然容易变红,但是并不影响它的营养价值。 不过,这绿豆汤虽好,但不能过量喝,绿豆里面含有的低聚糖容易使人胀气,而且绿豆本身不易消化。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,绿豆性较为寒凉,多喝容易影响脾胃。 体质虚寒的人不能盲目喝绿豆汤,会导致腹泻或消化系统免疫力降低。 这些食用简单的小窍门,您记住了吗? 其实,自古以来,这包摊就是中国传统饮食里最精华的一部分。 汤品在满足了人们挑剔的味蕾的同时,也让人享受着动手煲汤的乐趣。